黄晓明和baby一直以来俩在娱乐界被称为典型的模范夫妻 他们俩的结合可以说是娱乐圈一道靓丽的风景 黄晓明帅气迷人 baby性感美丽 颜值爆表的两人可以说是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是在认识黄晓明之前 baby有过一段刻苦铭心的爱情 距知baby和陈伟霆是彼此的初恋 两人相识时 杨颖当时16岁 陈伟霆20岁 一见钟情 刻骨铭心 两人身上还纹上了相同的纹身 初恋很冲动 但却是最美好的 后来baby到日本走秀 两人联系变少 但陈伟霆在公开场合仍大赞baby是最好的 表示不怕对方移情别恋 可是到了2009年 19岁的baby事业开始迎来飞速发展期 至少离多还是让这对小情侣分手了 分手后的baby在内地发展后 认识了当红小生黄晓明 从绯闻女友到正式女友再到现在的正牌黄太太 而且黄晓明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baby结婚后 陈伟霆就再也没见过baby 与其说没见过 不如说是陈伟霆不想看见他 有baby在的地方 陈伟霆一定不出现 有时候 迫不得已就见过 但却没有那么多的话说了 黄晓明跟和baby从公布恋情到现在结婚生子 他们都没有不高调的一刻 只要baby想要的他都会满足 很多人都说 如果现在陈伟霆发展的比黄晓明好 他会不会后悔放弃这段美好的初恋呢 毕竟小编觉得陈伟霆要比黄晓明帅气多了 希望他和赵丽颖在一起 你们觉得呢